2019年台湾运彩在12场棒球赛 周末24小时营业以及新增排球赛事的助攻之下 创下全新纪录 全年销售达416亿元 也挹注国家运动发展基金41.6亿元 来帮助政府振兴各项体育培育活动 为了表达对各位伙伴们一年下来的努力 在1月13日举办台湾运彩2019年 机油尖销商表扬大会 台湾运彩总经理林伯泰也对今年的努力 前年第五年的时候 我们创了436的佳机 那一年正好是四足年 有四足赛70.5亿 亚运9.5亿 所以有80亿的销售 去年整体加起来 让我们补足了60亿的缺口 所以做到了416亿 我们也会努力把东京奥运 把他这个开盘好好的给他创造一波 7月份里我们在那一个欧国杯跟美洲杯的那一个月的期间 我们都可以24小时的土住 明年我们要创新推出一个格斗的一个比赛 春节期间我们也会来一个7天24小时的一个服务 同时我们篮球特围也加了像四伪 从7000倍加到8000倍 那也为期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在新的年度 带给大家新的一个气象 也能够把新的业绩再往上持续成长 所以我们有两大目标 第一个我们的业绩持续稳定的成长 我们的形象不断的提升 台湾运彩从小年夜1月23号到大年初6 1月30号凌晨1点45分 将连续7天不打烊 提供24小时投注服务 希望大家在欢度新年的时候 也能为运动发展基金加码 也替自己增添年重奖金 中时电子报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